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大家以为我这个日本通早就走远全日本 其实有些地方我还没去过 好像这次旅程我就会去到日本中部 首先去长野 然后去富山 最后还会去旗浮 这三个地方不像东京大阪那么热闹 反而以农村山区为主 適合我这些都市人洗滴心灵 我经常小朋友到凌晨机来日本 连少许时间都不省 谁知道我今天就乘了两个晨机 稍后我会乘8点多的火车去长野 现在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决定找些东西吃 我想吃个叉鸡饭 又没有了 吃完个丰富早餐 走去乘车时间刚刚好 由东京去长野 乘最高时速260公里的子弹火车 一个半钟就可以了 比乘巴士足足快成倍有多 子弹火车200多公里 感受它有多快 让我快点找回自己的好位置坐 一个半钟的火车车程 最重要是够静够定 这样才可以让我睡个好觉 休息精神去长野 好 到了长野了 现在的香港人疯狂追捧日本威士忌 做人要有前瞻性 我说的 日本红酒白酒试过吗 味道呢 阿明明明 在日本主力出产红酒白酒的地方 就有山梨园和长野园 随着长野酒的崛起 很多爱酒之人 慢慢就找到这一家 在园内很有名的葡萄酒庄 这种是得奖酒 这种味道特徴是什么 特徴是特徴的 它是特徴的酸味 对 味道特徴的酸味 嗯 嗯 大家已经开始留意到日本酒 所以就像做生意 我觉得这一刻我想到一回很好的生意 就是在味红的时候 引入去香港 然后我就可以做百万苦用 酒庄里面除了有一间白色小教堂之外 外面还有一片一望无际的田园景色 哇 而这间欧绿式建筑的餐厅 他们用的梳果类食材 全部都是庄园到种出来保证新鲜 而水准 直到像在法国食一样 我觉得这里最棒的地方是 其实它不仅是一个葡萄酒庄 或者葡萄酒园那么简单 它是将 刚才我们去到葡萄酒庄 去到葡萄园 已经觉得很法国 加上这个餐厅 它是推出一个法国给我们 这里就是整个庄园最美的景 传闻庄主很喜欢在这里 开着酒、看着景色 然后就在这里沉思 你说究竟他在想什么呢 让我试试假扮他 看能不能参透一下 没错 等车 庄主想什么 我坐了很久都参透不到 唯一参透到的就是 不能喝的就不要喝太多了 不说话 现在不是回酒店睡的了 长野园在一个温泉王国 有200多个温泉区 这么多个人 我就选这个旧隐世的马曲温泉 它曾经获选为 东日本第一的雪景极佳温泉 就算没有雪落 它的180度开阳山景 都够了看头 这些安排就正好 去完酒庄 马上 立刻就来拍浸温泉了 我走去刚刚散 不知道谁 你呀 扶我的时候 弄到我整身脏垃圾 快点出去拍一些散锁 让我洗干净 我凉了我出来找你们 快点 去去去去 不要太多换衣 我知道你想什么的 我知道要看浸温泉 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我也明白 有得选 你们当然去选 看个女孩很可爱 Kimochi的浸温泉 对吗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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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可以了 再拍完 拍完? 怎么办 爱人六根未成 作业太多 我现在要去闪收 到了長槍寺 我就是來試這個禪修體驗 這是熱衣 現在很多年輕人很喜歡這件事 還有日韓綜藝節目也不停拍攝 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每個人跟我一樣都是聚業深重 還是這件事真的這麼棒 所以我現在就試給你看 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旋修源於印度瑜伽 之後成為佛教最主要的 鈔定收集法之一 初學旋修打坐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有600多年歷史的長槍寺 定期都有免費的旋修體驗 聽人說這裡的住持很兇 讓我們跟他聊聊 主食,你好 你好 請多多指示 這是Mary's debt Mary's debt 也是古老的嗎 今是Jucky Chen 今是Tony Ian 我知不知道 我來這裡 有日本人來這裡嗎 不,在FINland 在FINland 在FINland 在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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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坐禪的真正目的了 原來他是說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就是靠坐禪 去修行的時候 就找回心裡 真正想要的那件事 謝謝你 是的 很棒 如果要成為老婆 要成為老婆 現在要成為了 哈哈 好,正正開始 我今天多個同學 我今天多個同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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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第一次嗎 是 你覺得緊張嗎 一點 放鬆 我已經三個月了 真的嗎 不是 我只是笑 他說要把手這樣 右手抓住左手指 這樣做這個動作 就放在丹田下面這個位置 但就不要推上來 是這樣的嗎 拍一聲,閃收開始 其實我這一刻真的有點懶惰 一時又想一下 今早吃不飽 一時又想知道 我跟著去哪裡玩 不過 原來當你有很多雜念的時候 平時不殺生的住持 是有一招殺手間 可以令你馬上回來 你試試嗎 你試試嗎 你試試 對 好 在這裡除了坐膳之外 還可以試這個精進料理 其實跟我們香港吃 差不多 一樣沒有魚 沒有肉 還有就算用菜也好 他們是不會用洋蔥 不會用蒜頭 因為他們說 吃完之後 你會有多餘的精力 修行的人 剛剛好的精力就夠了 其實剛才坐的時候 我已經很餓了 開動 大家看到這裡是一條農村 但是四百多年前這裡一片荒蕪 令到沿岸的新鮮海產 沒有辦法運到這裡 這裡的人吸收不到海產的蛋白質 那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很聰明 他們找到另一種食材 不單止可以補充到蛋白質 更加可以補充到營養 而且當地人還說 這種食物非常美味 近年更加人說 這種食材可以嚴嚴益壽 究竟它是甚麼呢 答案就是蟲 蟲在日本都不是到處有得吃的 要特地去到長野的伊娜市 才能吃到 因為他們不單止特別肥美 肉汁更特別豐富 包你一事難忘 一致 一致 どんなものが 人々にこんなに悲しくさせるのだ 一致 どんなものが 人々にこんなに辛くさせるのだ 我が今 こいつを 探してみせる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Tell them いただきまして 私たちは 人々に核心の核心の核心の核心を いただくことは 私たちが 人々に都神社を核心の核心に これを あなたに核心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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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を これらの核心の核心を クラスを毎年 物量に一度 1.5cmの核心の核心の核心を 流動的水和適當的溫度很重要 現在就等我親自落田 看看這裡的芥末有多厲害 這個芥末,就是藍球這麼大的泥 掘出來,就是這麼大 我沒試過就這樣生吃的芥末 很高兵 它比磨了芥末還辣 這個是媽媽,可能有些小的… 所以如果一個平均有可以出到5塊芥末的話 這裡一年是可以出到300萬塊 一年,多少個可以做到的? 這是… 平均的 日本的全部芥末的食材是10% 哪個? 這麼少秘密 10% 100%的金額是多少呢? 芥末可以用來做點刺身 就這樣吃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這些太簡單了 不好意思 請給我一個芥末的芥末 謝謝 芥末的芥末 這裡有兩款 一款是煎牛奶 一款是芥末 當然要試芥末 是 芥末? 是 謝謝 謝謝 這個 我一開始覺得它一定很辣 誰知道原來它只有芥末那種香 它是沒有它的功備的 不好意思 你的名字是甚麼嗎? 我是薑娜 薑娜 你懂中文嗎? 是的 薑娜 好 那你再吃一塊嗎? 再吃一塊 對 你在這邊做了多久啊? 大概四個月 四個月啊? 那你自己有吃過這個嗎? 好吃 你有吃過這個嗎? 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啊 真的啊? 真的啊? 我請你吃 真的嗎? 吃吧 謝謝啊 對,乾杯 可以嗎? 可以 我可以吃嗎? 我吃了 怕吵 一定沒吃好漂亮才會吃雪糕 第一個挑戰 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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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沒關係 又是你 你沒有其他同事嗎? 沒有啊 麻煩芥末 請一支 謝謝 那你有喝過芥末嗎? 沒有 沒有 你想我買給你喝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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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杯真是啤酒 有些芥末在跳舞 你看到嗎 這杯真是功鼻 被迫了 上層以為只有啤酒味 下面有超濃芥末的味道 不好意思 在高崗站這裡有一輛 非一般的路面電車 它有很多法寶 其中一件就是可以帶你回到童年 我們現在去搭多拉英夢的電車 吹煙門 多拉英夢的新歌是多少 100 29 9 10 3 真的不太多 所以我以為新歌的是多少 我告訴你 這輛路面電車 連接高崗市和洩水市 全程45分鐘 車廂內不單有很多卡通人物角色 還有他們用的法寶 這麼多款,你又認得多少樣 其實因為高崗這裡 是多拉英夢的作者 騰治艦不營的故鄉 所以在這裡,我看到很多跟它有關的東西 而這輛電車 其實就是在2011年開始投入行動 剛好就是多拉英夢出生前的100年 對,實不相瞞 其實我的旅費不是太足夠 多拉英夢,你能幫我嗎? 你一定有的,你有法寶袋 你一定有法寶,來 來,先拆開你的袋 再一次 1萬億 我都說你成功了 謝謝你 好,謝謝你 您好,謝謝你 謝謝 您好,謝謝你 先來分享一萬元 再次遊玩 謝謝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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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伴供一下 好 好 那也可以 謝謝 由富山市出發 乘了一個半小時的車 我來到這片世外桃源 五個山合掌造集落 要看合掌造 即是合掌屋 主要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白川鄉 另一個就是五個山 我就會選五個山了 因為很喜歡它這份寧靜 和深入在群山裏面 這份隱世的感覺 而這個合掌造集落 不僅是獲米芝年三星的最高評級 還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在一個這麼隱世的地方 還有一個爆冰可以吃 我覺得這裡好像去了宮崎進的世界 沿著小路向前走 沿途一個人都沒有 的確有點陰森 不知道這裡會不會有煤炭屎龜出沒 先逐一隻 天開始黑 天氣有點冷 看來還是時候找一間民宿 關萬夜 說了這麼久 你們是不是很想知道 一間合掌屋的民宿裡面究竟是怎樣呢 現在跟我走一圈 首先 看看這裡 這裡呢 是廚房來的 我穿了衣服 我穿了衣服 你們煮的飯 不要教人 但裡面很大便 因為要煮整間民宿的人的飯菜 來 這個廚房旁邊就是 吃飯的地方 看到最正是中間的火爐 因為剛才我看到在這裡燒熱的魚 然後現在已經見了我們的飯菜 待會我就可以圍著火爐 很暖 最後吃一頓安樂茶飯 這邊呢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普通室 一間屋預約了來住又行 再不是的 你選其中一間房間 認識新朋友也沒問題 你看這間房間 這個位置這樣 其實至少都可以放到 四至五張榻榻米 好 相對來二樓 要輕輕力行 要不然那些塵的東西 會掉下去一樓 剛剛就是飯廳的位置 這裡呢 看到兩邊斜斜的 就是屋頂的位置 其實呢 合掌屋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不會用釘 它全部是用稻草、麻繩和木 去砸它出來的 而且我也說 其實以前是用來養一些蠶 去做蠶絲 所以呢 因為這個地方很涼 它的好處就是 它夏天的時候很涼 但是它不好處的時候 就是它冬天的時候 是非常冷的 所以這個位置 正常都不會有人躺在這裡 因為實在太冷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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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ea Dasa 就是這間屋的主人 也就是這個民宿的老闆 所以呢 都是他主人 所以是Ikea Dasa 是 駐民宿最開心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整班工作人員 坐在一起 吃飯、聊天、吹水 來 乾杯 來 乾杯 乾杯 kle 啟 相 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